好了,謝謝五仔,又來到這個頻道 跟大家說說樓市的事情 上次說樓市如何冰封 過往這一年 不斷下滑下跌了一成半 究竟這個樓市是否有機會重新 是否會冰火糧重天 在未講之前,先展示一下這個圖 這裡很漂亮,是哪來的? 香港最喜歡回香港的地方,就是日本 這個草樽溫泉 我記得我去過一次 這個真是很漂亮的地方 真的很掛念日本 所以希望有機會再去這個地方 究竟樓市會不會像草樽溫泉 那些蒸氣慢慢向上升 那些泡沫還是怎樣? 再和大家分析一下 還未分析一下,希望大家可以按讚 訂閱和分享五仔這個頻道 上次說到發展商 哪有死罪人的? 投地這麼低 低手就只有出事 你想想,這是真的 剛剛這一年的加息環境 搞到很多人借錢又難行 錢又慢慢緊 那些發展商 都是以低價去投地 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是用下限來講的 所以變成剛剛這一年 樓市、股市都慢慢緊 什麼都跌下來了 沒有辦法 這十大屋苑 你看到了 十大屋苑的走勢 最厲害的是 太古城 跌19% 真是便宜 新都城都跌19% 海宇、美孚、沙田第一城都跌16-17% 其他屋苑 9,000多元至14,000不等 就可以赤價買到了 平均都要跌一成多 兩成 所以這些地產 也說了 極度冰峰 兩價就齊跌 就形容 是一級級地向下跌的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真的太差了 對吧 連詩永青 你也看到了 最近在研討會裡面也說過 現在是一個本質上的改變 所以令到不是週期性的改變 所以應該也會橫行 或者下跌一段時間 他覺得會跌兩成 現在還未跌完 對吧 他覺得現在也是非一個最佳的入市時機 所以 他自己也說了 寧願在上升週期才投資 難怪的 那個價量也是齊跌的 那就補充了 實質買家來說 去到負擔的水平就買了 沒有負擔的水平就真的不要買了 所以他現在又辜負了 上次也說他沽了新港中心的一個單位 一個寫字樓單位 又要減人手 又要沽貨 其次呢 他就說 他還怎樣呢 最近還要沽 第二次沽貨 2500萬 再沽新港中心的單位 一個月來說 套了4370萬 他在沽貨做什麼 他說了 他上次說了 也是用來收息 他說收回4-5厘 現在 那些什麼銀行都有5厘 這麼多錢 肯定有5厘 真的可以收息好過收租 收租只有2厘 放在慈善基金裡 放在自己的什麼基金裡 寧願收息好過 這樣 那你自己看 我自己覺得 真的 都跌了這麼多 你一沽 是不是真的糟糕了 真的 真是慘 那 所以沒辦法了 他也要沽貨 那大家 看看是不是真的 一個這麼熟悉樓市的人 也要沽貨 那是不是真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呢 那是不是這麼差呢 再跟大家說 不是的 還有一些希望的 那是什麼希望呢 現在真的很多 一些是一萬元一尺 或者一萬一尺都未到的 看看 美孚新村 8869元一尺 有成交 極高層 911尺三房 800萬 交易 另外 影灣園 亭圖 一個中層 高層的單位 900萬 就成交了 又是9000多元尺 還有這個 天水圍 8200多元一尺 450萬有成交了 所以真的 幾十萬都可以做業主了 那是不是 那不是的 至少 你真的要找回3-4萬才能買這些樓 要不是真的供不起 壓差 又搞到這麼多 就不好了 現在可以說 兩房可以買到三房 你看看 太古城 一千四百萬也有成交 一年前 不是的 現在一千一百萬也有成交 足足跌了三百萬 平均這個價錢 但一成都跌了一百萬 七百幾 跌到六百幾萬 美孚新村 九百幾 跌到六百八十萬 所以三房價 是兩房價買的 三房是兩房買的 那真的 看不看好的東西 你說 現在兩房價錢 可能真的比較難買 如果這樣說 那些人兩房 不如想好 換三房 好過吧 是不是 你說真的 如果經濟學 也有一個條例 如果你說 比較差的盤 或者真的 可能 比較舊的盤 在這些時勢 真的相對來 真的會輸蝕 相對於那些物品 就叫Infilled Good 什麼意思呢 比較沒有那麼受歡迎的 Good 即是等於 現在三送飯 三送飯、兩送飯 開始 又少了人吃 為什麼 因為 最近可能有些人 很慶祝垃圾 好一點點 寧願吃一些好東西 又可以在外面吃 又不用一定買外賣 變成其他快餐店 其他中檔 又多了生意 真的有很多人 三送飯 我最近看見 真的少了人買的 可能是不是 BONUS 出了 或者 真的收入好一點點 所以這樣做 大家 所以Infilled Good 這些 物品 平時沒有那麼受歡迎 或者比較差 差別的物品 通常這些時勢 真的難放一些 或者難成交一些 除了說經濟學 繼續說 十大屋苑的成交 交投量沒有辦法 大跌三成七 大家都預期了 年代 那些銀行股價 都很保守 新都城 美孚新村 七成 六成 泰股 康夷 一定 大家都隔離 對不對 還有例說 其餘這些股價 都是應聲下跌 為什麼呢 這個中原測量師就說 因為很多都是參考最低價 那就慘了 就是突然間 誰要貪錢 要移民 要急用錢 就是賴笛沙 整體的價 哇 那你的股價 越跌越厲害 真的要小心 我覺得 銀行是否可以積極一點 現在生意也難做 是不是股價更高 讓人容易上車 是不是 容易不容易上車 當然看回人們的收入 交多少稅 或者看看你的資產實力 現在確實 很多人的資產實力 確實是一年 是增加大 是縮水 不要說富豪 不是說 NPF 又跌一成幾 接著 收入 那些 通常很多人的Bonus 都是凍過水 是不是 你說 有閒錢的 不是吃三送飯 吃其他東西 沒有閒錢的 仍然是自己 自己煮飯 不要買三送飯 三送飯都貴 對吧 好了 租金反而跌得少 所以我幾時都說了 其實 如果你適合的時勢 你買了一層樓 一直跟著市場上升 即是升足13年 那你確實 你有一層樓去收租 那你確實是 在這時勢頂得住 至少你見到租金只跌了4.1% 但是 不是所有租金都跌了 430石以下的租金是升了0.2% 當然 升的當然有原因 因為膠頭淡靜 這個參考數不大 但是 確實 很多人 他可能住劏房 可能搬去一些好些 又不奇怪 或者有些人 真的 是分拆了出來的 住一些小的房間 對小房的需求大了 所以 其實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很多家庭都是分支出來的 即是說 可能本身跟家人住 住5-6-8呎 可能一家四口 五口 那不是 有些人出來結婚 有些人出來拍拖 小情侶 或者自己出來住 所以 對小房間 2-3-8呎 那些需求 是很厲害的 因為 始終租金 一定一定 兩年 所以 其實也有些滯後的效應 所以這個數目 我覺得升0.2% 都未能反映到 但是 起碼 你會看到價錢 不是跌得很厲害 但是 最厲害的是 一些大的房間 1700呎以上 應該算是豪宅 或者是大的單位 所以 這些鴿類 A類 這些房間 是跌11% 的租金 所以 我自己覺得 租大樓是值得的 租大樓 是不是 跟大樓租房 是不是 呂利君 都要跟他租房 沒有辦法 那個也是 呂利君 那不是 那是1300呎 即是說灣仔 當然不止 他還有一個 南灣 壽辰山 也不止 三千多隻 所以那一類的租金 是跌了很多的 但是 中間的租金 相對跌得少些 是的 所以 其實如果買一層樓租出去 都好的 起碼長遠來說 是一個收租的 將來 做易按揭退休 都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要說 Ivan Sir 你只是說基金 你只是說儲存 你只是說定存 不是的 我也有說債券 其他東西 我也有說 我自己最大的 都是 資產都在樓市 都是在自己的生意 所以很多收入 Multi income 很重要 我不會經常說 只是買些什麼 就做了 不是的 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你是一定 一個大的組合 所以不要 只想一件事 如果想一件事 你真的 真的 未必那麼容易退休 你會看到 剛才這十個月 C樓的落成量 雖然也有升了一倍 新界區 廣島 C樓的落成量 大升1.5倍 但也不是沒有賣得出 整體 C樓的落成量 也不太高 只有18,000宗 相對地 以前來說 真的相對很少 如果你說每年 有兩三萬人結婚 剛才年兩萬人結婚 你真的 要有多少小情侶 有多少人分支出來住 大家真的要想一下 這個問題 好了 但是新屋的 動工量 頭十個月 是八年來的第二低 年頭更加沒話說 疫情 第五波 有多少人 沒有工作 或者要躲在家 沒有辦法 動工量是很少的 這幾個月都是很少的 加起來都是8,000宗 所以 這麼少動工量 你正在想 接下來的幾年 供應不太多 所以這件事 反而真的會幫助樓市 少少 不會像當初特首 董伯伯 說我要做100萬 每年8萬 真是很慘 如果每年只做100萬 多多供應都不夠跌 是不是 歐花驚喜 似乎短期看不到 似乎仍然有頗好的需求 我不是說光衰 說清楚 不是光衰 為什麼呢 很多人說 樓市有光衰 跌極有個普 這個說法 是一個經濟學的說法 Electricity 但問題是光衰 也要看很多因素 等觀眾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光衰 是不是各樣有光衰 喝水就有光衰 你不會不吃東西 是不是那些有光衰 哪些有光衰 永遠都是相對的 不是的 2023年 啟德區的現房 這裡加加賣有多少 也有1,000多火 很多 以為去了歐洲 Monaco Gran Monaco 是不是 總共加加賣 2023年總共有29個屋苑 不單止在啟德區 全香港也有很多屋苑 有供應的 但是他們急不急賣 你急不急 是不是 賣這麼賤價 我當然是不賣 當然是樓樓賣賣 所以那時林鄭也說 是不是應該去做稅 他們這麼多這些房子 草草萬物不賣 一直說都沒有做到 是不是 我覺得 是自由市場 是不是 自由夠自由 現在夠自由地下跌 V4的下跌 你是不是應該幫助他 你做這麼多辣椒 但是辣椒 其實沒有幫助到交流 政府的收入 水收也少了很多 政府的住宅用地 新增滾泉的數目 現在 只剩下13幅 剛剛這一年 差很遠 之前 10年前 也有30幾50幅 現在真的差很遠 滾泉 新增用地只有5幅 所以 真的 有地 是否應該多賣 是否應該多賣地 那麼 兩看 你多賣一些地 那補充得多 那是否會令到 價格 下跌呢 這樣 不是啊 你想想 過往 越賣得多地 國市上升 很相反 為什麼 因為政策不同 你想想 香港的政策 就是 一直都是 政府主導的 私人發展商去控制 基本上都是私人發展商 他放多少地 他賣什麼價格 所以這個經濟學 有一個 術語 叫做 掛勾的效應 是不是 掛勾的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 所以 基本上 大家都買這麼貴的價錢 你不會覺得 賣得便宜 大家都感覺到 這麼高的價錢 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就馬上賣得更厲害 不斷地托高價格 其實 很多時候 真的 變成發展商去控制 到現在 政府都控制不了 這件事 是的 但是大市場 小政府 是不是 但是 如果真的小政府 那你不應該 搞這麼多 什麼稅收 要限制什麼 所以很多政黨 什麼都會說 不如取消 BSD SSD 雙重印花稅 那些 還有針對海外買家 那些稅 是否應該 炒客 這些稅 是否應該減少一些 一律取消15% 新的住宅 重隔印花稅 第二階段 取消15% AVD 針對海外買家 這些 我覺得也是 因為你始終是一個自由經濟 對吧 那你要 喂 取消了這些東西 是否令到他們馬上來 沽貨 這樣 一向他們都能上來 下來了 對吧 真的有錢的 不會趁這些時勢 1月8日才來沽貨 對吧 當然是趁好價 早就已經沽了 對吧 所以其實 要不要錢 真的要看回 那個人的經濟能力 或者 他們不是的 好像新加坡那些財團 所以真的要看回 每個人的住宅 那個發展需求 當年CY都說 我們沒有地方住 不敢追多個 不敢生多個 大個都不知住在哪裡 是不是這麼慘 所以 真的這些幼稚園的小朋友 都 對CY慎 是不是呢 其實 又不是沒有地方住 只不過 香港的退屋速度是慢的 這個也是很大 因為大部份真的買不起房子 不要開玩笑 2022年 大家怎麼看 樓市怎麼看呢 其實真的 你平均一手價 成交價都要1080 1080 一萬 二手平均價都要880萬 誰能買得起呢 如果你找一萬多兩萬元 那真的可能要 八吃八住 不吃 你真的要 不吃不住 你都要公三四十年才能公到 那是否一般人的負擔能力範圍以內 那絕對不是 其實有些地方還比香港更誇張 即是你說的 包括加拿大 澳洲 其實已經連升了25年 今年跌了一點也很正常 對不對 你說的連升 你說的升幅厲害 真的不夠這些國家 當然 本身的基數也很低 但是真的 外地的泡沫也很厲害 為何會這麼厲害呢 也要有人分析 其實 因為很多外國的人 都要用一個 Variable Rate Loan 即每個月 例如你供一萬元 下個月也會供一萬元 無論息口 升一兩成 或者跌一兩成 他也是供一萬元的 香港好少人做這件事 通常都是 因為香港的利息比較低 比外國低 但是外國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總之我一直供 只供一萬元 現在加息 他也是供一萬元 變成怎樣 拖長了整個工款的週期 變成了 顏色是多一點的 本就還少一點 但是不是 香港通常 到現在為止 通常都是還本 比顏色多 但是 因為顏色也加了不少 所以現在都接近 如果新買的房間 真的還顏色多 也不奇怪 所以 基本上 外國不是每個都用一個 Fixed Rate 或者P-幾 比較少 UBS 全球的房屋指數 有一個 Bubble index 報告 多倫多 Fanford 德國 Sourish Munit 都是一個 Bubble指數 2.多倍 香港只是1.7倍 我不知道這個指數 如何計算 香港仍然不一樣 但是 Vancouver 阿姆斯特丹 那些 仍然是一個很大的 Bubble 相對 這些地方 是否還有些 下跌的空間 但是 香港這個指數 已經跌了一些 所以 其實也不是 之前的Bubble 已經跌了不少 很多房子 都已經跌了兩成 但是 仍然中觀 全世界來說 香港 樓價也是貴的 密度也是高的 但是人口也是多 對嗎? 相對 加拿大 地帶密博 是的 市中心那些 當然是特別貴的 但是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還有這麼多人 住 這麼多人走進來 所以其實 都不可以只用一百尺 來量度 我經常都覺得 真的 你現在買一層樓 走去收租 真的比較難 你剛才走近 你也四五百萬 五六百萬 你真的 可能買一層樓回來 給你利息 都賣了一萬五元 所以 你真的要真正 墊落袋 你租給人 你真的不要打算有錢 對嗎? 就算你真的 我權工了 全付款 你四五百萬的樓 你最多租到一萬元 一萬二元 對不對? 確實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負擔得到 如果用這個方法 你說將來退休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當年 如果你低價買就是 但是現在你做這件事 真的很難 所以我覺得 輕鬆鬆 像上次我所說 你說一百十萬 當然 你可能多少 沒有所謂 80萬也可以 200萬也可以 其實也可以做一些儲蓄的計劃 無論是銀行 一些很多的公司 或者金融機構 有很多的 不用一定要問我 最重要是比較 貨比三家 當然你可以問我 究竟哪裏做的 也沒有所謂 你可能真的放在五年 你想著這五年真的不要亂動 否則真的會虧了那本 不要亂動 頭的五年就放在那裏 有去滾存 有去給這些機構 去幫你投資 接著又如何 五年後真的每個月 可能收五千元 再過多五年 六千元 每個月這樣收 收到你 80稅 還剩下很多錢 一百萬 也可以拿回那本 一百十萬 真是一個好幾好的 起碼跟著通脹可以賺這些利息 你到七八十歲都可以一百萬元 可以收到 但你只是付出一百萬左右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挺好的 就是一個福利息 滾存的方法 當然 有些人問我 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回那本 或者什麼 說真的 你真的過到那麼上一年期 你是可以拿回那本 因為有保證的金額 是不是 有保證的部分 當然你真的要去看看 所有的政府 你要去看看 那些專業的網站 給你的數據 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因為真的不是每一間都可以做到的 你看回那間銀行 做不到 你看回那間本公司 做不到 看回所有的東西 就不要只說 聽Ivan說就可以了 不是的 你真的要比較 好像我這樣做了功課 出了一本書去講這些 因為我真的喜歡研究這些 是的 大部分香港人真的很忙 我未必會喜歡研究這些 或者有空研究這些 所以 真的要課給三家 我覺得永遠 都不只是靠一件事 去賺很多錢 中學員也說 租給別人真的很辛苦 租給別人 又要搞水電 又要什麼 他也怕煩 是不是 無論客人唱會 唱一唱 朋友我永遠祝福你 當然祝福你 不要搞水喉 沒有可能 晚上真的要幫別人 搞水喉 搞水電 所以我什麼時候都說 你有很多不同的修飾工具 分散了 你不是的 你說Ivan我只有一個 那你真的要跟我聊聊 就是要想想哪些 最適合你 或者自己去想想 你自己實際上的取態 好 謝謝你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 給個讚 說得這麼辛苦 還有 還有 希望支持我本身書 一千個修飾理由 說一下 不同的修飾方法 年金也好 退休的 不同的工具 產品 我總覺得 不是一個工具 可以滿足所有人的方法 當然你要比較 很多不同的東西 基金也好 儲蓄也好 債券 都是一個很重 很重要的一號環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見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多謝